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都说 在疫情期间 看起来好像万事都停顿了 但是从个人到企业来说 都是自我革命最好的一个机会 日本大厂富士软片 现在要变成富士医疗 它将迎头赶上 国际抗新冠的制药一列 从疫苗到所有的制药药材 富士呢一样都不想错过 一座底片相机起家 走过第87个年头的日本富士软片 如今却以医药大厂的身份 在国际间打响名号 例如早从2008年 就正式进军化妆品产业 因为他们发现 相片中的主要原料 其实就是促进人类肌肤 细致有弹性的胶原蛋白 而造成相片褪色的主因 同样是使机不老化的氧化反应 不过他们掌握的先机和食机 不仅于此 那就是把老本行 用来产出彩色影像的维米技术 运用在进阶的医药科技领域 刚在六月新冠上任的社长后腾真一 已经在近期的访谈中定下目标 要把医疗器材与制药相关的销售额 在2026年提高八成到一兆日元 更看好未来会有更多海外大厂 委托制造新冠疫苗及药品 包括英国政府所下定的共六千万剂 诺瓦瓦克斯新冠疫苗 就是美国诺瓦瓦克斯授权 让富士软片的英国子公司制造 虽然防护效力宣称超过90% 但目前日本还没有核准通过 不过富士软片的医疗转型 并非从新冠疫情爆发才开始 早从2006年 他们就频频进行海内外的收购行动 几个主要投资包括2011年 把专注的超音波仪器的美国公司 纳维全资子公司 四年后收购了美国医疗IT系统制作公司 汉衣兼专做IPS细胞的企业 已进军药物研发 2018年则将制药公司 富山化学工业完全私有化 如今他们针对新冠病毒还研发出一套 只要75分钟就能得知结果的PCR试剂 以及可以检测出各种变种病毒的检验套组 来看准趋势及时转向的不止底片大厂 还有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 Philip Morris 为了跟上趋势转型 这间烟草龙头破天荒买下 专门开发吸入式疗法 也就是对付烟瘾的药厂 因为这间公司曾与好几间大企业合作 协助制造吸入式产品 光是去年就创造2.45亿美元的营收 而就在这项收购谈成了前一周 一间专做口香糖帮助戒烟的丹麦公司 也成了Philip Morris的收购对象 Philip Morris 超过百年历史的烟草龙头 希望未来可以把无烟产品的占比 提高到总收益的一半 同样为转型而努力的 富士软片新设厂也阐明 并不打算卖掉底片和香剂事业 而是把它当成文化打底 继续传承下去 Huva 新闻的综合报道